过去八年新竹市都是以感恩计演唱会取代跨年晚会 但高宏安上任后要交给民间自办跨年晚会 还声称不会用到公帑都是由民间协助 只是民间办的活动打着是否旗帜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爆料 民间活动经费1700万已经到位 这些建商的工会本来就要花钱 所以钱是要捐出来的 那概括大概是1500到1700万左右 本来要捐的钱应该还框在这个工会那一边 这笔钱究竟在哪个账户恐怕要继续追查 王定宇更进一步质疑 新竹市不动产开发工会之所以佛新赞助1700万 因为跟高宏安关系似乎不一般 根据经济部商业司公司登记查询 新竹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朱燕龙 就是倡议建设负责人 他的太太陈淑丽是关系企业全倡议建设负责人 同时也是回建筑背后建商 而租屋给李中庭临姓房东是倡议建设前监察人 辞掉职位后用自然人名义以现金买下陈淑丽名下 其中一户建商保留户再租给李中庭 新竹县市的不动产工会 大概也是为了帮高宏安 坦白讲收拾善后不得不发这个声明 但按照规定市府民间合办活动得设立专户 募款金额通通得汇进里头 一分一毛都必须受到议会监督 但高宏安说不用公帑 到目前为止都没看到新竹市府开标案 也被外界质疑给了民间上下其手空间 这种收入跟支出包括企业的赞助 一定要进入到一个庄户里头 赞助厂商的金额 要怎么汇进公会再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种种质疑新竹市府接稿前没有回应 但一场跨年晚会 因为高宏安跟建商关系 给了外界更多向上空间 三类新闻王家好 热门君